一化二 二化三 三化萬物 當我們這個世界未有的時候 其實一個混沌的情況 就好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雞蛋裡面 雞蛋白和雞蛋黃 其實就在雞蛋裡面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裡面 是真是有文獻記載的 人是可以經過道復道法而升仙的 Gary 你好 師傅 我們今集 我又想重新講一講地獄或者陰間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都有 當然是 提過 講過 很早期 很早期 其實所謂地府 陰間 其實在我們在世的人 往往是帶有一個好奇的心 恐懼的心 絕對是 甚至乎很多中甲 不同的演繹 我們想開闊一下 開闊一下 因為我想這樣 其實有很多朋友 比如有先人離世 其實有很多我們一定會有一個習俗 例如會燒一些房子 可能會燒一些車 燒一些其他東西 現在就除了電話之外 很多很多東西都可以有製品 沒錯 其實有一個誤解 其實不只是我 其實有很多網友或者朋友都會問 如果我們有地獄 其實為甚麼我們會燒一些東西給先人 為甚麼他會說收到或者收不到呢 其實這一個我想 亦都是一個 有很多朋友想了解的情況 所以我這次也拋了書包 其實嘗試比較深入一點 可以說到究竟陰間或者地獄 或者這件事究竟是怎樣 首先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今集就說比較深入一點 但是其實所謂深入 都是一個很膚淺的層次 沒錯 因為常個宗教的體系 所謂的陰間或者地獄 其實是非常廣泛的情況 我們都盡量去演繹 好嗎 因為尤其是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他們的信念 那個框架下 亦都有不同的性質 或者所謂的演繹出來的畫面不同 我們所謂的陰間是一個總名詞 陰間可能又會劃分很多個層次 首先我戴著頭盔 希望觀眾說我們一陣一陣 不斷地去認識 未必每一集我們演繹的東西 是百分之百都演繹出來 可能是某一部份的東西 演繹了出來 好嗎 Garry 你看到甚麼資料 首先說一說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好 我們大家先要理解到 究竟地獄究竟這個觀念 究竟是哪裏來的 其實很簡單 其實地獄本身 是從佛教的裏面 就源出來的 其實大約當於兩漢時期 其實就到了佛教開始傳入中土之後 就開始從佛教那裏 就有個地獄的觀念開始出來 其實嚴格上來講 從地獄菩薩又或者地獄這個觀念 是佛教開始引入到中土 沒錯 然後就到民間之後 其實就開始到魏晉時期 佛教就開始被中土的民眾接受了 其實就開始就好像 例如到六朝之後 甚至好像有一本書 就叫做幽明錄 其實這個就開始就將 佛教這個地獄觀念 就更加廣泛地流傳出來 直到唐代 直到唐代那段時間 就開始就中土化 到在魏晉那時候 就因為其實在不同地方的佛教 例如中土佛教的僧人、僧侶 甚至來自西域 甚至來自西域 其實西域的裏面 本來就在非中土裏面傳進來 其實這個有一個名稱 這班佛教的人士 其實他們叫做西域的沙門 那什麼叫做沙門呢 其實如果我們看西遊記 沙門其實就是從這裡的裏面演化 其實基本上我們有十八層地獄 其實到了漢末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十八 因為有一個四大地獄 八大地獄 十大地獄 十六地獄 其實每個傳適都有不同 但是以十八層地獄這個思想 就是演變得最多 普遍 現在我們其實就不會再有人提 四大地獄或者是怎樣的 但是因為地獄這個概念 其實看譬如去到日本 即是東麥的裏面 或者在日本裏面的佛教 其實那個傳適有不同 那好了 有地獄 那一定會有個渣非人的 所以於是佛教就開始 就將了地藏菩薩 和十殿嚴羅這個信仰 就開始放進去 其實大約在南北朝的時候 就開始從古印度的裏面 就傳了出來 那麼到了唐代 其實原裝法師 他在西域 或者在印度 他開始譯了經書 其中有一本 就叫做大藏大疾 地藏十輪經 就開始就將了地藏菩薩 這個信仰就更加輕盛了出來 那麼其實呢 就是跟隨著下來 就徹底底我們所聽到 師父我們之前都有講過地藏菩薩的 那麼所謂叫做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那麼這個宏願就開始就在中土的裏面 就開始就更加廣泛出來了 那麼結果就在九華山 那麼我們大家都知道 然後就地藏菩薩也有他的道場在那裡 那麼跟隨著其實就開始就慢慢慢慢演化 那麼就將了十殿閻羅 就開始就將了我們在歷史上裏面 不同的皇帝就擺了下去 那麼閻羅王都是其中一個來的 那麼十殿閻羅很簡單 就是地獄的亡民的審判官 那麼這一個就是佛教的裏面 就是有這樣的詮釋的裏面 就是這樣 那麼師父 那麼我這個簡單的歷史就很概括 就這樣說出來 但是其實對於道教的裏面 其實你們怎樣看 或者十八層地獄或者這一點呢 其實首先在我們道教 就未必用到十八層 有些人說十殿閻黃 其實就是有不同的時間的時候 不同的演繹 而在道教來說 我看回歷史 當然我未必一定是八分八準確 沒錯 他們主要的來由就是 就是將佛教的往生耀習其中一本書的記載 所謂地府的存在的層次 或者那個基本範圍 沒錯 就作為一個藍本 嗯嗯 其實在道家來說 大家都會明白了 因為他常常都說陰陽的 嗯嗯 宇宙萬物有陽就有陰 那麼在我們的字典所謂的地府呢 就是和現世間的陽間 基本上不會有分別 嗯 亦有善惡之故 是的 我們就是因為在陽間的生命 完結了呢 就要去作一個總結 希望你下一世 即是受過教育 沒錯 沒錯 現在現代叫做勞改也好 嗯 或者你坐牢之後 希望你經過一段時間 然後去重新的時候 去做更多善的事 嗯 這個就是一個藍本來的 是的 當然啦 我們所謂善故 就只是我們一般人的邏輯去分辨 何謂善何謂故 其實裏頭是複雜的 因為本質上 其實我想大家都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們太極是陰陽而已 沒錯 那其實在我們最早期的裏面呢 其實是皇帝祭天和祭地 甚至都好呢 其實人死後呢 很簡單的 就去另一個地方 沒錯 那我們陽有陽間 陰也自然就有陰間 沒錯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雲歸故土這件事呢 其實你會看到呢 其實在早期 我們中國人的墳墓呢 為什麼會做到一間屋這樣的情況呢 原意就說 其實就等於很簡單的 我們陽間有些什麼事 陰間也要做回事 其實就是這樣的 其實善惡就到了之後的裏面 才是再出現的 一路填充下去 是的 或者我們將那個所謂的地府 一個體系或者他的經歷 或者他的一些背景故事 所以正如我說 因為在我們道教來說 是說陰陽 陽間享用的東西 當然就會放回那套 沒錯 為什麼在我們道教來說呢 在一些儀式上 我們會燒一些紙紮用品 這些多數都是偏向物質的東西 是的 物質化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當然我們都說 甚至你燒了7號 你的先人沒有這樣的功德 可以受的東西 也都相對地減少了 你燒一大量給它 不代表先人可以收足 這個就是善惡之分 為什麼我們要燒製品而佛 只是種經呢 其實就是因為有這個最基本的概念 而有所大家有一些分別 甚至乎我們在一些儀式 所謂破地府 過金山、銀山等 稍後我們有時間就可以補充 沒錯 首先就是說我們的地府存在 就是這樣 都是因為所謂地府 是由往生要集之後才開始有 其實我們傳統最基本道教 就是九泉之下 就是這樣簡單 就是這樣簡單 其實是這樣 沒有那麼細緻的 最原始的事 後期的時候 一定要封聖它 將一些資料填補下去 引導人怎樣向善 其實我想最主要有一件事 就算你說佛教地獄的觀念 其實到之後 開始地獄這個觀念 影響了之後 其實我想 有一個在道教裡面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人物 就是圖雲景 其實它也都開始 就將了我們古代的神 和不同的眾先 在道教裡面 和鬼神的信仰 就開始出現了一個人物 就是在道教裡面 執想著冥府的神仙 就是我們現在所稱之為的風都大帝 也是叫北風大帝 因為它涉及到北面 為什麼會北呢 其實這是一個在中土裡面 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因為我們其實 在一路來講 他們有一個古人有一個概念 我們眼見一個世界 但是眼見不到的 其實又有存在另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 其實他們一說 我們現在經常所聽到的 冥界冥界 其實就是從這裡裡面出來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不冥不冥呢 冥這個地方 或者這個空間 其實就在我們現在的北面 所以慢慢其實 是經歷了很多很多的演變 才會出來 例如圖雲景 他也都在道教真寧為葉圖的裡面 他有講到 其實這個世界 就是在它裡面叫做第七層的世界 跟著有六天公 所以就一路一路 其實開始就將了我們原有本身 神明有官位這些東西 就開始套落了下去 即現在這個世界的裡面 就是這樣了 又或者我補充少少 因為在我們道教一路以來 我們藍就視為生命 是的 北就是人死亡之後的世界 是的 所以我們就會有加插就是這個東西 即是說 我們為什麼地府要有一個主要的神明呢 其實在天上有沒有神明都可以參與 其實是有的 你會看一些歷史的書籍 就會演繹給你看 只不過就是說 在我們道教來講 人從開始有生命到死亡的階段 我如果唇用一個方位 如果唇用一個方位 就是由南轉移到北 這個就是所謂宇宙循環不適的系統 這個是我想加插分析的 是的 沒錯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想 其實這個雖然說我們不論佛教 又或者道教也好有這個概念 其實如果你說西方天主教 其實都有一個近似的概念 我想有很多人會想到 就說如果我們信耶穌這樣 人死了就上天堂 其實是對的 但是人死了 不是一定立即上天堂 所以他們就開始在天主教那邊 就有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limbo 其實中文的譯名就叫做煉獄 就說換而言之 人要經過煉獄一段時間之後 才能夠上天堂 因為他們都有說到 因為人始終仍然還有一些 所謂叫做惡念 又或者所有的東西 他們要淨化了 才能夠上天堂 所以近年就開始在西方重新再興起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都會留意到 其實鬼佬近幾年有很多鬼片 嚇得很厲害 其實這個信仰是觸及到鬼佬的信仰 因為不是我講完上天堂 於是有一些說 現在我們看到靈界上的東西 其實未必全部一定都是由撒旦變出來的 只不過有一些人死了之後 就會停留在空間 因為可能用我們香港人的術語說 就說未到時間 不上天堂 就會停留在這裏 也都可能會受到家人的影響 又或者可能會受到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某些邪靈、惡念所影響 而導致到有現在的東西 其實因為鬼片的興起 就有這些詮釋出來 但是大家都是要記住 其實每一個的說法 都是有一點點的分別 不是一定要盡順的 即是等於我們道教所謂地府的存在 就是多少天 多少天你是經歷 每一天 所謂的審判 審判完之後你停留的時間 然後去往另一天 直接去完畢之後 我們一般的想法就是 喝茅婆湯去排隊 輪迴轉世 這個就是我們道家主要上的系統 粗略的系統排列的方法 是的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 我們在我們現實世界那裏 我們會又產生很多節日的祭祀 好像中延節那樣 我們都是因為牧年的故事 而後期產生出來 牧年夠無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印象 這個就是我們在世的陽間的後人 或者他的親人 為他進行一些科研 中一些經兵 最主要是什麼 為先人參聚 希望他減少了他在停留每一段時間的空間 早些完成了上個過程 然後他是 速度也好 人度也好 天度也好 他都必須經歷的 這就是我們的所謂地府運作 而我們後人在世的時候 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節日 清明從仰等等 很多事情都是基於這個底線去 建立的 沒錯 沒錯 然後他進化了 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儀式或者制度去做的時候 跟股市都不同了 現在不同 絕對已經不同了 就說我們科研 我又再回到門邊 就是說我們一個人出席喪禮的時候 什麼時候要做破地獄呢 現在普遍都做的了 現在有很多的 普遍都做的 因為其實就算本身有很多 例如我接觸朋友 或者就算我以前也好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主動要做的 甚至乎你不做就覺得好像很遠 好像欠了一些東西 是的 但是如果說幾千年前破地獄是有分的 不是每個先人都需要破地獄 是 譬如在古時平溫人的生命六十 他已經去到八十高齡 我們不需要做 不需要 因為他是高手 沒錯 但是如果擺在現代社會 如果進行一個大禮儀式 你沒有破過地獄 總是覺得 可以不可以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小了 這個都是因為時間的改變 而是人 習慣性了 當然就是破地獄 或者我們去誦經 請道士來和你誦經 做一切的科學 每一站都有他的演繹 今集主要就不是講這些人 而是講地獄 所以有些人就問 喂其實 宵夜的時候 他又想不想仇到 用不用到 我就想帶回一個訊息給大家聽 就是因為是這樣的情況 最原始的基本 因為 陰間等同陽間 一切的東西是沒有分別 只不過制度 因為他已經沒有了肉身 沒有空間 但是並不是 它不存在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都說 你看不到的東西 並不是沒有 就是這樣 OK 我們又說回 剛才你說的 當然都有一些佛的存在 現在在道教來說 為什麼我們每一個殿的閻王 身份這麼重要呢 為什麼我們有不同的派系 都有不同的殿 哪位是閻王呢 這個就是因為 又是歷史牽涉 譬如包公也是其中一個殿的閻王 是的 有些皇帝也是 是的 甚至乎有些皇帝 在歷史記載 他並不是一個好皇帝 是的 但是都會放下去給他 為什麼呢 那些人就覺得 他前世 在世的時候 都不是一個好 我簡單來說 為什麼他都需要做殿王呢 甚至乎 為什麼地府我們有這麼多官兵 所謂欽兵欽將 牛頭馬面等等 黑白無常這些不同的故事 或者歷史記錄下來的之類 那他們為什麼都要做這些職位呢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就說他 可能某一些原因 就要參與這些事情 但是又沒有得享受 又沒有得不參與 有很多時候 但是有一種叫懲罰性的 即是你逐下要做到一些功績也好 是戴罪屬身 就會是這樣 他們所謂戴罪屬身 說的是歷史的時間 逗留空間更長 其實很長 更長 而且他們更接觸很多 人性的情感的存在 去勾一個先人到地府 帶他下來地府 他會見到周邊的親人 那種痛哭 沒有了一個親人的時候 其實這些感受 他們完全是可以感受的 沒錯 而在我們度假來說 就是因為 他曾經犯了一些創疑 他需要做這些職位 去承受 直接對他完結為止 所以才好像一般常日 那個所謂死亡之後 走另一個階段 我想是不是 你到輪迴之前 其實你必定要把你的身 裡面的業 或者你們所有的東西 要清乾淨了 你才能夠可以選擇 或者是被選擇去另一個 被安排的一個地方 我會覺得他是被動為主 就不是他可以選擇 因為為什麼 我同意你這樣說 所以在我們的制度上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有時候我們要去做一些儀式 就是希望為先人去贖罪 你知道有些 即是牧年也是這樣 是的 牧年就是因為 以佛教為主 那個故事 打開方便之門 就不可以單一體系 可以享用 然後他希望 你們的後人 去提醒 或者去協助你的先人 去獲得他慶罪的機會 以及去贖罪的機會 減輕了他的刑罰 你剛才說到 就是千萬說 是不是去到八八九九 就可以輪迴轉世呢 其實不是的 每一個時間有不同 每一個時間有不同 而且他一定不是跟你清光的 因為如果你清光 根本 你去做一個人的時候 就沒有意義 在佛教來說 你無論如何都帶有一些罪業 從一個新的生命開始 你由嬰兒開始 你已經要怎樣 去為你之前的罪 去儲回一些所謂的能量 是 當你的能量正面多的時候 除了熟回之前的漿業 你自己本身今世都有的 那又再減些呢 再淨了 留給你的後世 但是你的業本身 是可以在現世裡有加減的 雖然你 因為我聽到有一個說法 我不夠膽是真還是假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首先 當我們投胎 選擇了一個家庭的時候 當然我們經常都會有一些 靈異的說法 就是會有一些 準備投胎到媽媽的肚子裡 其實她是會站在旁邊的 是 但是呢 首先我們要記住 有一件事 因為我們人 是藍旅行房交合 才會有下一代出現 是 所以變了 這個選擇 投胎托世的時候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看到這個過程 所以人對於所謂育念 是一個本質上的東西 其實跟聖經西方的東西 我們有原罪的感覺 其實是非常之近似 另外還有 剛才我們說到陰間 或者我們說十殿嚴羅 當人死後去陰間報道 我們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類似一個法庭 又或者是一個移民局 他要問清楚所有的事情 行善行惡 所有的情況 當然有另一些說法 其實我們背後 有些神明負責 就是抹下你做好事做壞事 你就不能走 但是也有一種情況 在這個情況裡面 大家要記住 這個地方 不是等同地獄 因為當你在所謂 十殿嚴羅審判完之後 你可以經過這個關口 是上天的 也有些 比如你壞的 就下地府 就是這樣的情況裡面 也有 剛才正如師傅所說的 因為十殿嚴羅本身 其實都有背負了一些事情 而且這個職位 是天叫他們要做的 就不是他們想做的 首先有一件事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害怕 所以有很多的說法 大家都要認清一件事 陰間未必等同地獄 大家就不要誤解了這件事 因為這個始終是一個民間信仰 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sir都說 一個純宗教和民間的信仰 一旦混合了 就很難去分裂出來 但是我覺得 大家不需要有一個過分的擔心 總之在生前 效敬父母 或者做了這些事情的時候 父母其實是感受到的 是啊 這個是由歷史一直流傳到現在 不論你有沒有真的一個宗教信仰 但是你多多少少 你都會聆聽到一些訊息 牽涉一個宗教 所以在中國人的體系 死亡是很偉忌的 是是是 外國人為什麼會輕鬆一些 因為他們的概念 從小到大 他們是不是基督徒也好 什麼都好 有一個概念就是 死了就上天堂 很簡單 他不是太偉忌 但是我們中國人就很偉忌 一死了就先要下地府報道 要經歷很大的程序 審判 又有歐利根 又怎樣怎樣 其實這個本身已經有一個意識 就產生恐懼之受 嗯嗯嗯嗯 而造成一種 由他本身的靈氣 還有在的時候 有一種恐懼 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不過我想這樣說 其實人離世之前那種的恐懼 其實是必其原的 是 怕的 一定是怕的 怕就是很正常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比喻 就是不同的宗教 就引領了一些人的感覺 是更恐懼 還是少了恐懼之心 就是減少了恐懼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 比較偏向令我們恐懼的原因 就是這樣解 當然 當時我們其實任何一個宗教 一個國家的 就是容許的存在 都要看它那個 可不可以協助這個國家安定 是嗎 在道教來說 是講善惡 所以就普遍歷代來說 都會信奉 就是因為有一個所謂的道德框架 去限制人民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必其原 是的 他就想那間安定的時候 就容許了可以繼續發展 是的 當然 可能有一些歷代的皇帝 有不同的宗教信念的時候 道家輕衰 有時會衰落 但是有一段時間又會上回來 其實這些是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還有所謂地府命界 是真的要分開的 大家不要努力 等於也有封都城 有 封都城又是一個獨立體 譬如北國屬英國 如果我們概括來說 他是陰間其中一拍 即是我們 如果我們用我們現在 現代眼前的世界都好 因為我們的世界有什麼 陰間就必定是有 陰陽兩者之間都有共通的東西 我們只不過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不需要太過恐懼 因為在冥界裏面 或者陰間裏面 是有不同的世界 我想絕對是理所當然 但是 對於西方的裏面 這個也是涉及到 一個集體的精神的力量 因為我們都會想到 其實如果在這個地方裏面 大家是不自覺地 就有一個共同的信仰 所延伸出來的 這樣其實是解釋不到的 解釋不到的 但是也是因為 這個共同的信仰出來之後 其實這個靈 或者我們叫做這個念 就會影響到 那個人死後 在哪一個世界那裏 這個其實是很微妙的 大家是解釋不到的 為什麼 當我比如說在外國 為什麼我們受著這個影響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慢慢 沒有了這個概念 所以當然我們有一種 比較特別的 在宗教上的說法 就是 我隔個海 就不到某些神明管轄 其實可能這樣說是對的 因為 不同的地方 當有這個集體的念力 或者這個感覺出現了的時候 其實是 就會出來 因為我們解釋不到 沒有這個小孩 為什麼會害怕鬼 是不是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 會出來呢 其實這個 完全是我們 沒有辦法明白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 我這樣去演繹 這個是我作為演繹 未必每一個師傅都相同 就等於我所說 我們華人 華人 你的根始終是中原出來的 你經歷很多代議 在外國長大 這樣你已經轉了一個宗教 沒有問題的 也都合理的 但是當我們去制製一些先人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即使你現在走的最親的人 已經不同宗教 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我們始終都要用回 道或者佛 我通常都會用道和佛 因為在我們中國最原始的時候 有一個系統 有系統性的就是道和佛 所以 但是基本 沒錯 我們經常都說 祖先祖先 是在說很多層之前的先人 所以在我的字典 我就會覺得 往往我們在道教或者佛教 為這些先人去做一些事 是好的 雖然你現在可能不會上鄉 因為你已經可能不同的宗教 但是我們傳統 中國那個所謂根 你應該去做是會好很多 還有因為我問過有些朋友 可能有些他就說 如果我在外國 究竟有些移民了的朋友 其實他們有個未必會出來的移民 就說如果我去外國的時候 那我做這些事究竟幫不幫到 或者有沒有些什麼呢 首先我們大家要知道 地有不同的氣 有不同的力 但是人的自身 就是剛才我也所說 因為我們自己已經有了 這個集體的潛意識在裏面 有了這個念在裏面 其實是有兩者的 雖然兩者之間的地方有不同 但是因為我們有血緣 有這個力 其實就算你在外國做 其實對於自身也好 或者對於祖先 或者對於你家人也好 其實是有幫助的 但是也不要介意或者擔心 有沒有力 或者那個力大不大 因為全部的力 都是沿出你自身 沒錯 或者這樣說 會不會憂心影響了我現在 目前我在世的宗教有衝突呢 其實這件事情 我又不會不認同 最重要是出於自己的心 這個就是在我上 我都會強調 或者認識我的善信 都會明白 還有我亦都有問過 我亦都問過一些神父 其實有些神父 可能是外國人鬼佬的 其實他反而比我們更加開放一些 就說如果你是對於先人家人的敬仲 其實他們是不反對莊香的 這個不是屬於一個宗教上的層面 只不過你是尊敬父母或者祖先 其實他們是有做的 當然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可能每一個神父的牧師 是有不同的詮釋 我有問過 只不過我是其中少少的意見 就是這樣 我同意 但是當然 如果你有一個信仰 但是 你亦都當作一個獵奇之心 又或者一些不尊敬的心 你去到佛廟或者這些東西 這樣東西其實就不是太好 因為好像 例如之前我去過日本 去過一些大的神社或者廟 其實我就見到一些韓國的年輕人 其實他就抱著一些嘻嘻哈哈的東西 見到一些神像 見到一些地方 四周圍摸 四周圍聖 這樣東西是令到其他人 是一個反感的 就是你起碼你要做回一個尊重 你說能不能入廟 那如果你是覺得 那個地方是一個歷史的古跡 你作為一個遊客 你進去看參觀是沒有問題 但是基本上 你都要對於不同的宗教 都有一個尊敬的心 你這件事就夠了 要要要要 這個是一個基本 是吧 那好吧 我們今天很簡單 今集就差不多了 不如這樣 當然 如果我們要講一件事 師父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不如賣一下關子 釣一下網友的癮 不如下一集 我們再繼續 再講一下其他關於陰間 地獄的事 大家當聽一下故事 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明白 它裏面的事 可能會更加細緻 但是總括來說 我們都很簡單 尊敬父母 在生的時候 行善所有的事 絕對是需要的 你不要想著 我到死後才做這些事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遲了呢 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些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好 今集差不多了 記得大家like and share 謝謝 因為作為我們的鼓勵 以及多些留言 善意的留言 或者意見 我們都接受 我也有些事補充 因為這只不過是在我的資料上 又或者是師父對於宗教的認識 其實不是代表百分之百對 沒錯 每一個詮釋 其實大家無所謂 只不過 總之我們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這個時勢 大家那種恐懼迷惘的心 出現了的時候 其實更加要清醒 更加要 大家不用那麼害怕這些事情 我同意 我同意 我也再強調一次 當然我是以宗教為主體 但是我對宗教所謂的認識 是不是百分之百 我都不能夠 一定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因為我都是由我的師父隔進我的東西 或者我可以找到的資料 再加上我自己個人的行為去判斷 是與非 沒錯 所以每一集我都很想強調 就是我們希望 大家當作聽管制 但是深入了解一點的時候 你每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都有一個意識 明白到它容易是甚麼 這個是比較重要 沒錯 好 感謝各位 記得留言 我們盡量回應給你們 記得like and share 真的對我們有一個鼓勵 OK 好 今集就到 下一集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